位于台湾灯会未来斩聚的双副灯 台北市政府与101大楼 在2月7号晚上9点分别打上 祈福灯光与智卡祈求平安 由于土耳其发生强症造成无数伤亡 除了台湾搜救队已经分批出发前往救援外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台湾灯会 也取消双副灯光雕共演秀 用灯光智卡向土耳其献上层次祝福 台北市政府其实也是跟国际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市长一直不断强调的 那在土耳其的地震的第一时间 其实台北第一批的搜救队伍 台北市政府就已经40位里面有派了30位 一起参与这个实际的救援行动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觉得说 刚好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 而且参观者是非常多 我们应该是要用另外一个实际的关怀 去关怀这么一件 我觉得是国际重视 而且我们觉得是不幸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因为刚好台北市政府跟101 我们这次有做光影共演 那再加上旁边就是全联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马上这三个单位 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很快速的line群组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第一时间表达 共同等于是在台湾最高的一个建筑物上面 还有台北市政府还有全联 我们一起表达 代表台湾 我们虽然不一定 我想台湾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共同祈福的概念 由土耳其新媒体团队所打造的 曾经是数位迷宫登视 光耀未来也共同响应 投影全版土耳其国旗 即为土耳其祈福之样 与参观民众一同祈求土耳其平安 我想这件事情 其实台北市政府又派了第二批 搜救队伍前往了 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说 不管是实际的 或者是我们传达祈福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台北市政府 跟台湾整个都是站在一起的 台北市官员局方面表示 2023台湾灯会未来展区 位于信义商圈及四市南村 展区内不仅有地标建筑 台北101与台北市政府的双副灯 共眼光雕袖 更有多项结合AR等新科技的作品 呈现灯式创新记忆 邀请国人前来感受台北城市 是光源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